振养人民共和会 振养人民政府 一于本于成立 这是一段曾经播70余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1949年重生的中国 当年斯大林派遣了一支最专业的摄影团队 耗费半年时间辗转几个省市 用最先进的彩色胶片 拍摄了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 今天9月就带大家回到那个让人难忘的岁月 感受重生的中国 这里是北京 从空中望去 北京城的古建筑尽收眼底 这里没有耸立的高楼 没有车水马龙的街道 只有岁月留下的烙印和朴实的中国人民 从飞机上俯瞰位于北京中轴县的紫金城 这座历经五百多年时光洗礼的皇家宫殿 正默默诉说着明清时期的辉煌 和八国联军的强盗行径 北京城内心先向荣 百姓在这座重生的城市中忙碌 护城河边满是垂吊的人们 他们尽情享受着来自不易的和平 城内灰色的建筑和熙熙攘攘的人群 正在低声细雨 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即将在这里成立 寻常百姓也能走进城墙内一坦究竟 四个轮子的汽车 对普通人来讲是遥不可及的梦 城内最常见的还是二八大杠和人力三轮 尽管道路不算宽敞 影像中的北京城也灰蒙蒙的 但干净的街道和有序的百姓 还是震惊了前来拍摄的苏联摄影师 他们来之前从未想象过 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 竟然如此的井然有序 古老的街道和蕴含古运的建筑 让苏联摄影师大开眼界 这座城市中的人民正倾尽全力帮助中国重生 街边的小贩和集市 是城内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 那时候民风淳朴 偷奸耍滑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行人的脚步匆匆 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忙碌 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 还能看到外国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但更多的还是勤劳的百姓和往来的车马 这名老者正在用三节棍表演 这种源于少林的武功 如今也出现在了市井 老者虽然穿着简单 但今生爵术颇有大奖之风 当时没什么娱乐活动 能在街边巷尾看到这种表演 绝对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现在看到的是已经失传的记忆拉洋片 这种边讲故事边换画面的艺术形式 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讲十分新颖 孩子站在洋片机前久久不愿离去 这是孩子最喜欢的吹唐人 我小时候如果在公园看到吹唐人的手艺人 绝对会拽着爸妈的手撒破打滚 咬一只大马或者大牛 这种街边的餐馆 虽然看起来不太卫生 但价钱平易近人 不管是达官显贵 还是平头百姓 都愿意到这里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子 拉面师傅在案板上奋力揉搓 常年干这种铁力活 师傅身上的皮肤由黑而见爽 面条一直是北方人民非常喜爱的美食 因为百姓认为吃面条可以长寿 苏联摄影师非常幸运 恰巧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场传统的中式婚礼 从古至今 中国人民都喜欢用红色来代表吉祥和喜庆 这场看似简单的婚礼 其实在当时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举办 新娘坐着八台大轿 在颠簸中奔向一中人 孩子的冲天片 也跟着沾上了喜庆的颜色 这里是北京天坛 原本是天子祈福祭天的皇家圣地 现在寻常的百姓也能走进这里 就是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几个年轻人明显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他们的笑容格外灿烂 因为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翻身当家做主人了 志同在老人的带领下捞鲤鱼 简单枯燥的事情 对孩子来讲乐趣无穷 套娃娃这种老少皆宜的娱乐活动 迎来了无数人的围观 这是开国大典的珍贵影像 天安门广场上 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50万中国人民齐聚一堂 等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保近百年战乱的中国 终于在此刻重生了 全国人民欢庆鼓舞 他们等待这一天 已经等得太久了 这里是1949年5月的上海 人民解放军正在这里清剿国民党残步 为了保证这座城市不受到太大的破坏 解放军在上海战役中 尽量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巷战中清理国民党余孽 这场持续20天时间的战役 最终以国民党的惨败收场 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 且人口最多的城市 一座城市的产值 就占了整个中国的三分之一 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发达的工业 这里俨然成为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 同1949年的北京相比 上海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街上到处是四个轮子的起车 外滩繁荣的景象 在整个中国独一无二 除此之外 上海和中国内陆城市 最大的区别就是 这里随处可见 外国人留下的烙印 租借这个名称 其实是上海的耻辱 他们曾经在这座城市 耀武扬威 欺压中国人民 抢占中国的资源和财产 尽管当时上海繁荣的景象 全部源于外国侵略者 但他们发展上海的经济 只是为了入侵中国 上海百姓被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院墙高筑的地方 就是外国侵略者的领事馆 他们在这里作为作福 住着豪华的别墅 开着四个轮子的车子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侵略者 穷人家的孩子 只能在野地里挖草根找食物吃 同样是人 他们却过着最艰难的生活 住在简易的稻草房里 稻草房旁边就是臭水沟 很多人连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 现在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 度过这段时光的 当新中国成立之后 这种问题被彻底解决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7亿人摆脱了贫困和饥荒 这是1949年12月21日 苏联领袖斯大林寿城时 北京的珍贵影像 北京士兵和苏联驻华外交官 一同庆祝的景象 当时苏联作为老大哥 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还最早承认了新中国 所以当时国人对苏联 拥有强烈的好感 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苏联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1950年2月 中苏签订了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联在条约中 答应帮助新中国 建设50个工业企业 短短几年时间 中国就拥有了200多家工厂 当时能前往苏联大学学习 是极大的荣耀 中苏之间的友谊 也越来越深 苏联最著名的 莫伊西伊夫舞蹈团 和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 也来到了北京 受到了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 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可谓意义深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